美军接令出手协助安置1.2万移民 五角大厦今天表示 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要求美国军方 收留并照顾共计多达1万2千名移民家庭成员 是美军卷入川普移民政策中 肩负起辅佐角色的最新迹象 五角大厦在声明中表示 军方已被要求 在45天内为2千人提供收容处所 五角大厦说 倘若各机构无法收容 他们将在三个不同的点打造办分隔的营区设施 每处能收容多达4千人 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 在美墨边境逮捕非法越界者 并将他们和孩子们拆散 这项手段在国内外面临踏伐 政策上周被迫中止 五角大厦说 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较希望移民设施设在德州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或加州 以利探视和监管 且未遵循所谓的佛罗雷斯河解案 Flores Settlement 规定 做出适度调整 将未成年人安置在成人遭拘押的同个地理区内 1997年的佛罗雷斯河解案 是针对受移民当局间护卫成年人的 拘留是一定定准则 亚利桑嗦 作证 亚利桑